创意理财 竟在运通 震荡 然后震荡整理有点偏往下 有点偏往下 因为这个见低点13928 最后一个脉动结束以后 它是只有三段式的反弹 特别是三段式的反弹很重要 如果说它12345段式的 当然这个大概 它接下来的一个整理拉回 就没有那么深 拉到四郎区而已 可是它现在只有三段式的 三段式的反弹的话 它应该它就是 针对这个脉动下跌段 它是一个三段式的小A波 然后现在你就是要 大概先忍受一下 它会进行一个叫做小B波的结构 那这个小B波可能时间会稍微 也要稍微久一点点 然后它是震荡 你不要过度去最高 也不要过度去沙滴 可是它在那边震荡震荡的话 它震荡的方向是偏向 之前有跟你谈到过 它震荡的方向是偏向 那是比较大的方向 可是这过程它会 所以细微波会来回震荡 会回震荡 好 这样的结构 而且你看它慢慢的又 重一个低点堂 又重一个低点堂 它越来到1477才 要稍微又更低了 更低了 好 这日线 等不过这是小时线 一样嘛 我说这是三段式的而已啦 好 你三段式的话 你接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小A波 你接下来这个就是一个小B波 小B波它也会震荡震荡 可是震荡的方向是有点偏往下 稍微你要忍耐一下 那其实在震荡片往下的过程 个股可不可以走走一样 当然也可以 可是我说你要更精简 要更精简 次库要更精简 其实还是个股表现 所以你说大盘重挫300点 其实还是有个股 都还是表现相当不错 还是个个股表现相当不错 所以个股的选择差异相当的大 重点是选股 选股 我说这一段的操作 没什么好分析 它就是一个大逼波震荡 那现在是往下的一个小逼波 那小逼波震荡整理稍微有点偏下 可是一样个股怎么样表现 个股表现 重点在操作 重点不是在分析这一段 那当然棋子的部分 细微波脉动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不要过路一下 像昨天又 昨天噴很高 你又去追 马上今天又又下很深 要下很深 这个结构 我们从期货来谈 这个结构 7月就要见低一点 这个有效 13832 那见低完它从13832一路谈谈谈谈 谈到最高是15475 大盘是13928 一样 这个结构是一样的 这大盘最后一段 然后是三段四 所以你现在要忍受一个 叫做一个这个小B波 这个 因为之前这个结构已经成型了 这个829 已经成型了 今天是9月1号了 好 这已经成型 它就慢慢的 我们从期货来看 这是期货 13832 15461 这是一个三段四的反弹而已 所以你要先稍微经过这一段小B波 这个稍微是咱们来回震荡 可是它方向有点偏往下 有点偏往下 好 那我们就看这个小B波怎么走 15461吧 15461开始 15461 类似 我说类似它有一个三段四 然后弹回来 它可能又来一个三段四 我之前这一当天就跟你讲 我说这个大概 这边有一组 可能类似一个三段四的弹回来 又很有机会是一个三段四 果不起来它真的 这边是1476 你不要过去追高 杀低 它又上来 有没有 从这边1446 又要上来 上来 上来到左边15099 那你又过去追高 不行 它今天又打下又破底 它变成类似这样 有没有 那今天 今天你看它15099又下来 14765 一下又400点 这左边的高跟这边的低 又又稍微400点了 那变成这个结构 你看 变成这个结构 你看它是类似一个三段四的 如果说有机会 它是个三段四的 ABC X ABC 有没有 之前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也评估 其实很有机会做这种结构 因为它 也没有说一个很明显的往下推动 那类似一个整理结构震荡 然后震荡震荡它是在偏往下 可是偏往下的过程 它不会弹 它也会弹 有没有 你这个一下偏往下 你就一直追 追空不对 它就弹很高 很高 你不留下最高 它又又撒下来 有没有 有点震荡 这是震荡震荡 可是偏往下 今天有破一点点底 那如果说这个 如果是ABC X ABC 那这个机会 就有机会说占高一个段落 那因为小壁坡 我们刚谈到这个 现在还在走这个小壁坡 小壁坡它大概 因为也会分几段来走 正常至少分三段来走 三段来走 譬如说这个小壁坡 小壁坡它分三段来走 像这个A坡也三段 三段 三段式的 那如果小壁坡也能够有三段式的话 那等于 有没有机会说这个第一段式的时候 这个ABC X ABC 这样一组脉动 就是说这个V V字小A 这一组结束 那这个架构的话 那V坡的第一段一定是震荡震荡偏往下 V坡的第二段就是震荡震荡 一样震荡震荡震荡 震荡震荡它是偏往上 那V坡的第三段也是一样震荡震荡震荡偏往下 应该至少会走三段 应该至少会走三段 那看有没有机会说这个地方 有没有机会说V坡的第一段 这个小壁坡 这个小壁坡从15461下来 今天是来到14675 看有没有机会这个结构呢 它有没有机会告一个段落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有机会它还是会震荡震荡震荡 也不会 它也是震荡震荡震荡偏往上 如果有机会是这个结构的话 所以你这个地方呢 暂时都也不用过度去看太好 我个人认为也不要过度去看太坏 就算初期我们判断它是三段式的 ABC X ABC 这样类似一个七段式的双重三的整理 是有机会 那如果说从这个地方开始杀下一段 然后谈完再继续杀 那个结构就另外一个 那个结构力道就很强 可是我判断这个地方到应该是不至于 应该是不至于 当然我们心中有数 也就是说暂时这个地方有点偏往下在震荡 有点偏往下震荡 所以就是说把它换过来说你要操作个股 其实我们会更等待 会更等待 有一些点位真的是来到了几乎 临界的地方 我们才会去做进场的动作 否则绝对不贸然 在这个地方杀人勿造 绝对不贸然进场 来到比较关键的一个连接架区 我们才会可能会积极来布局 否则你这个地方会暂时 因为暂时它慢慢偏往下 好 那这个偏往下 我说如果说是一个七段式的整理 这个地方就有机会 可以值得观察了 这个地方 可是它也是一样 如果说它V波三段的话 这个A波三段 这V波如果三段 它如果说有机会是这个样子的话 它 那这一组如果暂时高的地方 你说V字V 那V字V就更复杂 那更会震荡 更会震荡 所以你线阶段的操作 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不要过度率最高 逢低你注意它的买点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自己结构 好 那选择权的部分的话 它可能要更短线 选择权的部分 这个超级任务 因为线阶段就处于在 这个小壁波的架构里面 它几乎没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 应该不是说明显 应该几乎就是没有单边的行情 就是没有那个单边的行情 没有单边的趋势盘 没有 震荡 那震荡的话 硬要做你那个要找很高的点 逆势做下来 然后找很低的点 逆势往上做回去 大概是这样 才比较有机会呢 获利出场 否则你如果卡在中间操作 其实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那这个部分的话 把整个切入的时间交给我 我们会很谨慎评估 这个进场的时间 那资金控管你自己要做好 如果你收到抗讯 要进场的 那个资金控管 你自己一定要把它拿捏好 不要贪心 也不要害怕 一切按资金的一个分配的部位来操作就对了 不要贪心也不要害怕 资金控管把它做好 资金控管把它做好 好那我说我们之前呢 其实我们 我们操作的其实次数很少 可是胜算呢 其实算相对高 我说我们操作次数很少 可是胜算算相对高 这个部分 像这种 而且这种胜算高 这种都是赚很多倍的 这56到294是5倍 这都才三天而已 是33到231就7倍 不是说胜算 胜算还赚那一点点 不是我们的胜算高赚的那个 那个都是几倍几倍在赚的 是几倍几倍在赚的 那8月份的也是我们也有锁定在153 也是这个也成功了 这个没赚那么多 可是也成功 50亿也跑到161 那现在9月份的可能现在变成说 它刚好面临到一个小鼻波的这个震荡 在这个地方 而且还比较偏往下 还比较偏往下 大概这个结构我们会心中有数 怎么来应对进退呢 绝对要杀恩物账 绝对要杀恩物账 好这是齐全的部分 其实这部分 因为我一直强调有个重点 我说盘氏怎么走 你先去判断出来 你要去顺势而为 他大概就这样 你没办法 你不要硬来 而不是说你一直想要做怎么样 然后希望盘氏走出这个样子 那就颠倒了 完全是两回事 盘氏我们研判出来 他大概这个趋势是长这个样子 譬如我们研判 他就大概可能是一个小V波的震荡 而且这个震荡是来来回回 而且来回完之后 他的整个方向性是有点在偏往下 那我们判断出来以后盘氏就是这样 那我们顺势 顺着盘氏来操作 而不是说我硬要把它做上去 然后结果呢 我们希望盘氏走出来 那就是怎么样 那就一厢情愿了 盘氏我们判断出来他怎么走 我们就是怎么样 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目前大概会比较辛苦 其实这之前谈大概就跟你谈到说 大概小V波的结构 你要认清 认清没办法强求 我没办法强求 那可是 可是我一直强调 其实在这个震荡的过程中 越震荡的其实机会越好 尤其是个股的部分 尤其是个股的部分 因为个股的部分 他 你大盘好 就算他震荡震荡偏往下 可是个股一直在轮嘛 一直在轮轮轮轮轮轮到 比如说我们锁定了好多个股在追踪 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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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決定贏家輸掉最關鍵 我說同一黨個股 譬如說我們舉例來 五二五八的紅寶 你同一黨個股 你如果說前一天去買再86塊 你之前賠了十幾塊 現在還72.2 那我們跟你談到像這個股票 你就暫時不要急了 我們那天告一個段落也很漂亮 這一天幾乎出在最高85 然後當天拉回來又去買 買了你看這個引線很長 我們又搶短又出 隔天又出 出了一台一路就下 就沒有再操作 很漂亮 那我說這個你肯定要稍微等待一下 你不要急 沒那個行情 暫時要等一下 因為它的小時線這一段 這一段它站高一個段落 它這一波到底的 裡面其實有小細有一波 你看小時線可能 你如果看到怎麼樣 15分鐘線 那就會更明顯 它是一個五小坡的小推動 小脈動 那推完結束 好結束 結束你看它現在有點在拉回來了 所以這個結果你暫時就不要急 那其實這股票我們從有沒有 從這個地方一路再往上再做做做 從6月份一路就做做做做到 做到了85那一年 幾乎就是整個在告一段落 相當的漂亮 相當的漂亮 那像這種你就不要急 就不要急 好來 558紅寶 我們629要開始操作 那是三組成段 那時候五十幾塊 五十幾塊跑到70.6 這我們都有出 出了以後拉回來 拉回來又買 買了以後它又上去 上629我們又出 出了以後它會震盪 震盪我們又買 又買 又買54.4 買了以後它又上去 上到72 那54很快就上到70 72它又下 這個地方 我說如果這一段能夠推出去的話 它這個拉回來大概就這裡就關鍵了 84號 這裡 58.6它果然又是拉回來最低 又開始往上走 然後66.6 66.6又恭喜會漲停 6898 24號漲停連他兩根 恭喜亮燈 825再亮燈 79了 再恭喜 26一大早就把它出了 出了85幾乎最高 最高86 出完 你看這買54.4 這出85很漂亮 當天826號上禮拜 出完當天它殺很多下來 我 那個777我又買 這邊 85出完 這當天826出完 就這邊 有沒有1.18 我又把它買回一半 有沒有1.18 這個地方 這邊出完85 71又買 買完你看這個 禮拜一大盤重做400多點 它還是往上推 推了你還是要 行事比人強 你還是要趕快出去 出去出去就要下來 有沒有75點 那下來以後 今天送72點了 所以我們在這一天完全告一個段落 其實是相對漂亮 這個應該是說 在這一天完全告一個段落 因為我們這個出 後來這個是在搶短 搶短隔離又出 所以正式的 全部獲利出清是在這一天 出的幾乎就最漂亮的 26號 那當然這搶一個短的 再買回一半有沒有 這個又出來 一樣都還可以獲利出清 那就告一個段落沒有了 都沒有在操作 今天就剩72點了 528號紅包 那現階段 它就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重點我當然會 也是我每天會去看它 我每天也會去看它 看它說它有沒有機會出現擴炎 擴炎是什麼 這邊推出一隻一小段而已 這一段然後拉回來擴炎 再往上走 那當然這個架構 就是其實它能夠出現擴炎 第一個你從裡面還是要漂亮 從裡面還是要漂亮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會比較辛苦 會比較辛苦 變成說這個上去了有沒有 一般的想法 投資人想 我上去了拉回來 我趕快來拼買買買 你那時候都不買 每次這邊都不買 然後這邊才要一直買 結果它沒了 就慢慢慢慢下來 籌碼慢慢淋亂掉了 那就不行了 那就不行了 這528的紅包 好來 來拓凱來 這個比較特殊 453 我說這個結構也是漂亮 那漂亮之餘 它後面的營運動能 當然也是怎麼樣 表現很亮麗 今天大盤在重挫的過程 它還平性高 179.5 還小漲 今天9月1號還小漲 那這個架構 這個架構 我說這裡是一個出生段 來我們來看一下4536 4536 這個結構 好 現在這邊在整理了 差不多現在在整理 整理時間你看 我說這種結構 我都喜歡把它定位 是一個小出生段 前面前面你先不管它 前面你看可能還有一個先 兩個出生段 那不管這可能是 扩原的裡面的出生段 好 這一段出生段 這出生段1 拉回來2 你這個3它不會扩原的 因為本來這邊有個小轉折 如果我都期待說 3-1 2 3 4 5 這個大概這裡就要上去了 它沒有又整理了這麼久的話 這個就已經代表這一段就結束 那這一段結束是什麼 就是3結束了 3不會扩原的 3結束了 就1 2 3 細微波不會扩原 1 2 然後3 我是最基本的 1 2 3對不對 然後這邊整理整理4 那還有一個5 還是要過高 還是要過高 我們談的都是最保守的波形 那我講這個3 這一段結束 這個賣弄結束 這個賣弄不會扩原 不代表說 譬如說這一組賣弄對不對 3-1 然後整理3-2 3-3 這是譬如說 它是一組沒有問題 沒有應徒 那我們講最基本是1 2 3 4 5 那你有可能1 2 然後3-1 這一組沒有問題 3-1也是一組 3-2 3-3 都還有機會往上一直扩原 那我講的是最基本的波形 沒有扩原最保守的情況 它至少還有一個往上第五小波 所以你看到這個高點 應該都不會是高點 所以像這種股票 它其實就以現在的一個盤勢 雖然說一個小B波震盪整理 慢慢偏震盪往下 可是它這個還是相對強 有沒有 它還是相對強 它有沒有在震盪往下 沒有 它大盤在震盪往下 它只是高漲震盪 那大盤一稍微反彈 它應該就有機會再衝 你要去判斷它現在的位階 這四五三六的脫開 今天也相對強 有沒有 大盤重挫等一下 它也是逆勢還憑新高 這已經憑新高179.5 憑近期的新高 近期反彈的新高 好 來這個遜中 我說這個結構 一樣它那邊高漲震盪 它這個最高還沒過來 193 來 3047這個遜中 一樣 差不多這個結構 一樣黏在這個地方 黏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一樣高漲震盪 它也不會像說大盤 比較明顯的往下 那這種我們還是判斷 這個地方高漲震盪完 它其實還是隨時要過高 還是隨時要過高 那個結構 3047的遜中 因為我說這兩國標其實好幾年 沒有行情 這個其實都不會有量 因為最近最近這一個月 一個多月 通過最近這一個多月 這整個量能夠一直出來 那我們當然是主張說 應該不會只有這一小段 應該不會只有這一小段 如果說這個地方 一直維持整理很久很久的話 你這個邪律你就不要管它 它就是這就同一組邁動 就同一組邁動 那也無所謂 你同一組邁動完 如果是整理整理很久 如果能夠再往上去 那就一個 這個是一個出生段 那等於再迎接出去 是一個小組繩段 當然值得在這個問題 當然值得做期待 對不對 因為它畢竟至少這個地方 還是都在一根以內 來來回回這樣 就幾乎是大概一塊錢以內 來來回回 這等於是也還是算是 類似一個很強勢的高檔爭檔 很強勢的高檔爭檔 這3047的遜中 3047的遜中 好 那波羅威也是 從60.6跌到40.45 我說這個12345波完整 下跌結束 開始往上走 往上走的過程 走走走走走 走一段後來 8月5號6號連續兩根漲停 有沒有 那個公布第二季EPS兩塊錢 就這一段 這邊60.6到4.4 這個結束 它有個12345波 結束它先彈一段 然後整理完以後 哇連跳兩根 那這應該是一個出生段1-2 然後這個3 結果這個3呢 完了以後它整理很久 過程有過高652 還是一樣這個整理 可是整理整理過程 還是相對強 還是相對強 來我們看一下來 3163的波羅威 這個結構 我們從60.6這裡開始看 這個地方是我們這跟你談的說 它跌了五小段結束 40.45開始往上走 它走了這一段 然後整理完 又連拉兩根 然後又創高 來到這邊 最高是65.2 都差不多 最高也差不多 它也是 這個你看 它也是在這個地方高檔 拿來回回震盪 也是都在一根里內 也是都在一根里內 其實這還是一樣 狹幅的高檔震盪 狹幅的高檔震盪 其實類似這一種 如果說好 1 2 然後這邊整理2 然後3結束 這個是一樣 這個整理完應該還是有高點 還有一個第五小波 那這個結構 如果說1 2結束在這裡 你這個3-1 2 3 4 5一樣 現在目前這個軌道 也還算漂亮 它再多整理幾天 還一樣 還沒有改變 還沒有改變 這協力還在 所以這個整理完 其實應該還是 目前看到的高點 應該也不是高點 它還是偏強勢發展 還是偏強勢發展 這是3163的波羅威 3163的波羅威 好 那你力端也是 特別的力端 我們都拉回去 注意它的買點 注意它買578 然後最高到715 我們賣得很漂亮 因為它9波格局結束 然後我們賣它 賣得相當漂亮 70.6 這是57.8買的 好 那592我們拉回來又買 買了它又上去 最高到739 好那739以後 它一樣相對強 還要除息3塊錢 除息3塊錢 來6245力端 這個結構 它現在類似 這個有一股賣動 大概結束 因為它陷入一個整理 可是這整理應該我們也判斷 它也是高檔震盪整理 你看從這5月 我們選了股票 5月大盤是長這樣 5月在這裡 這是6月 這5月 5月大盤是這樣 然後下來有沒有 5月在這裡 當然想要下來 然後上6245的力端 它是5月在這裡 有沒有5月6月 它是一路往上 我們選了股票 你看5月在這裡 這樣一路往上 我們跟你談了很多個股 它的方向性 都是要往右上角發展 這個都是之前跟你談的那一種 有沒有 叫做讀數一格的強勢主流 那事實證明這樣子 4個月過去了 3個月過去了 它的方向性 有沒有 是不是都是這種結構 那這種結構 是不是拉回我們早買點 都是賺錢 對不對 你6245力端也是 拉回早買點都是賺錢的 那現階段 它現在可能這個地方 先整理一下 其實這個結構 它後面那個運動 還是相對強 還是相對強 好 另外 來 那這個的話 你就要先停看停了 保齡附警 這個從這邊10 這個 我們是比較保守規定 它如果一個小A 小B小C的話 它137.5 然後連續漲得很快 148.5 154 然後到157 最高到160 164.5 1760 這個結構 其實這裡面 有一個小細微波 大概應該是告一段 都沒問題 這個地方 請先停看停一下 來 時間不再夠 我說呢 這個大B波還是沒有改變 可是現階段 整個細微脈動 這個小B波的一個震盪整理 偏往下 稍微忍耐一下 整個架構呢 其實越震盪的機會越好 認同理念的跟上我們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只想跟您 買在相對最低點 獲利極大化 力氣撥打 02-2781-0909 2781-0909 波浪有訣竅 進化才有效 黃老師經驗多年 波浪理論 首創進化波浪 更勝波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點 轉動全世界 讓您贏在 股市的起跑點 金山縣2781-0909 2781-0909 目前台股盤勢 已經進入一掌難跌的架構 掌握大B波切入點 運打投顧黃老師 只想跟您 買在相對最低點 獲利極大化 力氣撥打 02-2781-0909 2781-0909 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並打一步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隨時注意氣象報告 了解颱風的最新動態 避免出門 家裡可以事先準備 三日份的食物 飲用水 檢疫的急救藥品 藤災 小型家具等 要移進室內 有這次加強固定 一般超商災情 配合地方政府人員的指揮 進行撤離 準備好緊急避難包 等在海來臨時 才不會手忙腳亂喔 提早做準備 颱風來襲 也能衝容應對 好 到節目現場來喔 可不可以 我說現在有一個小壁坡的架構 那這個小壁坡是三段式的喔 這個小壁坡應該至少 它也是至少要分三個麥坡 當然我們現階段比較關心的是說 這個第一個麥坡 是不是有機會高一個段落 那因為它第一個麥坡 第二個麥坡它運行那個方向 那個偏向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是不一樣 可是我說越震盪還是一樣 機會越好 機會越好 來 一樣這個掌握這個 大壁坡的這個切入點 這個是重點在操作 這個這一個麥坡的一個 你贏家輸家最關鍵是在操作 任同理念跟上腳步來 祝大家操盤順利 謝謝 就是不要錯過任何一位名師 手機掃描QR Code 鎖定運通財經台頻道 24小時幫您解盤 目前台股盤勢已經進入 一掌難疊的架構 掌握大壁坡切入點 運打頭顧黃老師 只想跟您買在相對最低點 獲利極大化 力氣撥打02-2781-0909 2781-0909 黃老師波浪操盤術 一套功夫練足 輕鬆創造績效 超值2.0買魚送釣竿 股市常盛軍就是你 咨詢專線02-2781-0909 2781-0909 目前台股盤勢已經進入 一掌難疊的架構 掌握大壁坡切入點 運打頭顧黃老師 只想跟您買在相對最低點 獲利極大化 力氣撥打02-2781-0909 2781-0909 現在上youtube訂閱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任何地點 一記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現在就掃QRCO 訂閱運通財經台頻道 讓您不用擔心